又到電腦系統第四講 今天主要有兩個學習目標,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懂得中央處理器,即是我們的CPU 速度的單位 如何量度它 另外就是要認識CPU裏面,一樣東西叫自長的 究竟如何影響到它的效能 這就是我們兩個的目標 好了 首先我們就去看看 單位 好 首先我們知道 CPU原來他們的單位 就會叫做時中頻率 是的 意思是什麼意思呢?原來就是 在一個週期上 究竟電腦可以做多少東西 例如說 原來我一個週期裏面可以做400個指令的等等 好了 這個我們要知道 用時中頻率去形容這個CPU 單位就是Hertz Hertz 一般來說現在我們的CPU就去到GigaHertz 什麼Giga?什麼G? 和儲存單位不同 在速度上G就是1000x1000x1000 如果是容量 例如我們那些Hertz等等 G就是1024x1024x1024x1024 雖然公開市現在對這個要求就少了 沒有說一定要利息1024x1024x1024 不過我只覺得我們學的當然是正統的 所以留意 速度 G就是1000x1000x1000 容量就是1024x1024x1024x1024 這個我們要知道原來時中頻率 當然 越快 或者數值越高 代表 就是越快 如果同一個工作 可能你的CPU 時中頻率是高過我的 你就很大機會 會做得快過我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知道的 時中頻率 單位 Hertz 我自己習慣就是大街跟小街 就很少兩個都是小街的 現在常用的是Gigahertz 記住在電腦來說大小街是有分別的 你不要寫Gigahertz是寫Gigahertz 我們是G G OK 大家要記住 好了 我們就看看有否和我一題 假設東東電腦時中頻率是2GHz 在現在來說不是很厲害的 2GHz 它要編寫一個包含100個指令的程式 在這裡記住 100個指令 不代表 因為每一個指令其實 用的時間可能是不同的 可能我叫你計加數和儲存的東西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情況 所以 大家千萬不要 就這樣把它拿來做 好了 看看下面的資料 我又有兩個重要的資料 而2GHz 100個指令 而它的CPU平均用三個時中週期 去完成一個指令 這是平均計算 當然我剛才說了 指令之間是有差異的 好了 現在告訴你 平均大概三個時中週期 就可以完成一個指令 那我叫我們計算一下 那我叫我們計算一下 究竟執行上面的program 是要多少時間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假設這個program 是沒有分支和循環的 因為如果有分支和循環 你就會滾死 譬如說我會繞回上面 一個指令可能是很久的 或者我行A這個指令 有時可能是1秒 有時可能10秒 因為有分支和循環 但正常程式都是有分支和循環的 譬如 我打他一拳 我有武器和沒有武器 其實兩個 出來的數值都不同 不同 好了 我們怎麼計算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究竟我們這個程式 用多少時中週期呢 我們就可以了 100 乘以 3 原來我們整個程式 需要的時中週期 的總數 總數 時中週期的總數 就是100乘以3 100因為100個指令 3是因為每一個指令是3個時中週期 所以就是300 個 時中 周期 300個時中週期 好了 我知道原來這個指令用300個時中週期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 究竟我需要多少時間 所需的時間 時間 就是等於 時中週期 除以 你部電腦的 時中頻率 大家記住它 原來 原來 所需要執行的時間 就等於 我程式的時中週 所需要的時中週期 除以 我的時中頻率 這裏已經有分了 總共有兩分 出現 好了 然後當然 這條式就變成 300 除以 乘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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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裏 去到這裏停 可能沒有了一分 例如這裏是4分 那就可能會沒有了一分 大家記住了 首先我們要知道 程式 有多少指令 然後 每個指令 大概平均要多少個時中週期 我們就計到 整個程式要多少個時中週期 然後把這個時中週期 除以時中頻率 這樣就做到了 同學 請你記住了 記住了 這個就是 大家需要知道的 好了 接著我們就去到一個 就叫自長的 什麼叫自長 原來自長就是指 同一時間 究竟CPU處理到的 數據和指令的 委員數目 譬如說 如果我自長是6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CPU 只是能夠 去儲存 或者代表6個 就是00000 至111111 少了1 6.1而已 這裡少了0 不好意思 6.0 6.1而已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這些是代表指令的話 其實我代表的指令是 不多的 你想想 相比之下 如果我現在有6位 我有8個委員 我就可以 由00000 去到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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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上次我們講總線的時候有提及過的 其實原理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當你的自長越多的時候 我們可以表達的數據越多 你想想如果我們現在是 發出一種顏色的話 六個委員的顏色和八個委員的顏色是相差很遠的 好了 另外一樣東西 因為我們的自長其實可以包含 我們儲存指令的位置 所以你如果自長越多 你可以儲存的指令就越多 那就是說可以包括了一些複雜指令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我們就可以 可以加 減 減 成 除 如果可能我要做次方的話 我要做次方 可能 其實我如果指令不夠 我就要用成去做 但如果我指令夠的話 我直接做一個新指令叫做次方就可以了 所以呢 自長較長的優點就是 我可以儲存多些數據 另外我可以有多些的數據 所以可以有多些的指令 去到有一些更加複雜的指令 OK 而我們一般來說 我CPU最常見現在是64位元的 你很少找到32位元的 好像現在手機也是64位元的 那麼記住 我們上次說了總線 CPU 和記憶體的 自長必須符合的 如果我的總線 譬如說我的總線 自長是 可能沒有CPU那麼好的 第一可能行不到 即使讓你行到也好 其實它就會 降低了 譬如說我的CPU是64位元的 現在我只有32位元 或者我RAM只有32位元 整件事就會 CPU突然變得 行得32位 做不到64 這個也是上次說過的 所以也不再重複提 大家留意就行了 好 今天的挑戰題就是 為何要超頻呢 而超頻的原理是什麼呢 為何要超頻 而超頻的原理是什麼呢 另外 為何我的CPU是需要多核心呢 什麼為之多核心呢 我就想大家 去到 做完這個episode 去到 看看 找一找資料 關於 剛才那兩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 什麼叫超頻 為什麼要超頻 第二條問題 為什麼要多核心有什麼用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